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声令下 栏顶重达六百公斤的大神轿激烈碰撞 上百名教夫相互叫嚣 还不动往前推起 非得争出胜负 场面热血沸腾 这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壮招季度 四百何年続いて そしてお米ができたりとか いろんな野菜とか そういう風な たくさんできた時の 喜びのお祭りなんですよね 神様がゆっくり休んでいるところを 今から町内へ連れて帰るんですね その時に元気づけて帰らすために いろいろみこしを鉢合わせをしたりとか 喧嘩をしたりとか 神様を起こすんですね はい 历史超过四百年的壮教仪式 是日本嵩山市的传统祭典之一 当地又称为男子汉祭典 不光因为教夫 清映色都是男性 传说背后还有个神秘禁忌 壮节力量大到 連教官都被硬生生壮断 結局震撼性的画面 让来自台湾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壮断了 壮断了耶 大多数人对神教都抱持敬畏态度 教夫根本不可能站上教子 更别说两点神教激烈护壮 而在日本嵩山市会出现 如此独特的壮教祭典 起源就得从地方的信仰中心 一座恶珀神社所起 那是在生命中尽 只有 meat 大多10建筑 大多数人的多岸 大多数人 is 一小道路 瓦雷 我 слож的 两川把 松山之一 多云一 這裡傳說 還是日本第14代仲愛天皇 過去泡湯的休息處所改建而成 而當時受到天皇青睞的 就是赫赫有名的道貨溫泉 看到道貨溫泉本館的外觀 你是不是感到很熟悉呢 沒錯 這個就是宮崎駿動畫 神與少女中唐婆婆經營的 有無緣情 神與少女是日本第一部獲得 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的作品 當中道貨溫泉本館 因為被選為取景地而享譽國際 但它的特別之處還不光如此 水氣陰陰遙繞 由道貨溫泉守護神坐鎮的石器湯屋 更顯風雅 在這裡泡湯 只舒壓 是療癒 更是一段千年穿越之旅 日本には最古の温泉というのは何か所かございます その中でこの道貨溫泉は唯一 文書に残っている温泉でございまして 洋風土器の中にですね しっかりと道後の湯という形で記載をされております ちょうど飛鳥の湯を建設する際にですね 土を掘った場合にですね 土器がたくさん出たんですね その時期が弥生時代じゃなくて 縄文時代の時期が出た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 この地域が昔からやはり温泉として 核え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な しっかりとしたものがあります ですからその3000年の前から この道貨溫泉はしっかりあったのじゃないか 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正因為道後温泉 擁有3000年的悠久歷史 日本松山市被定為 国际觀光温泉文化都市 当中著名的景点 還有日本百選名城之一的松山城 松山城ですけど こちらも国の重要文化財なんですけど こういった江戸時代以前の お城天守閣というのは わずか全国に十人しかないんですが その中の一つが松山城ですね 但想進行欣賞古城之美 可得有心に準備 松山の真ん中の132mの山の上に 松山城がありまして 上がると素晴らしい建物と 素晴らしい景色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脱線の自動物と 大陸の人の中の132mの山の上まで 歩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かって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ロープエートリフトが通ってますから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因为观光资源丰富 让日本松山市 即使是平日 也出现不少游客 谢谢 你们看这里 现在是观光圣地 过去这里可是个 淳朴的小农村 才衍生出壮教的 这个歇神仪式 水风飘洋的纯白玉壁 挂满大街小巷 象征引领神灵之路 另一头智能身影 扛着小神叫彩阶 这是每年撞交祭典前夕 日本松山市最美的风景 要说当地有多重视这项活动 不光地方政府将10月7号 祭典当天定为假日 好让全体市民共襄盛举 就联受邀参加行前会议的我们 希望在教父身上绑一台运动摄影机 好呈现根据临场感的画面 这个请求都得和总教头来场攻防战 毕竟日本NHK电视台 也曾经提过这个要求 却没有成功 他说这个的话 担心他这个摄像机一定会坏掉 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他们撞机的力量是很强的 你要不要绑一下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背带 像那个霹靂小巨那种背带 直到我们采访团队传上装备 并再三确认摄影器材的安全性 才得到总教头的肯定答案 好吧 可以 认为是 兴奋了我们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静待明天祭典的到来 ok 非常感谢 低神鼓聲 迴盪在衣著而泼神社 莊嚴肅木的祭神儀式 在清晨五點展開 剪接著六頂平均六百公斤的大神教 一一被請出神社 並在手持公燈的教夫引領下 有上百人緩緩扛下一百三十五個階梯 誰要死 誰要死 猶如暗夜騎士出征 教夫的威武吼聲聽來是有些嚇人 但隨著天漸漸亮起 我們看見了道路兩旁擠滿觀眾 才知道大家期待的狀頭戲即將登場 撞教儀式前 教夫會用力搖動神教 以祈求無故豐收 兩城即時一到 大神教兩兩抓隊 在上千人見證下激烈互撞 氣勢震撼人心 全球唯一結合溫泉的祭典盛事 特別吸引台灣溫泉業者前往觀摩 今年我是第三次來 但是我還是很振奮 我覺得這種已經有四百多年的祭典 在日本道後溫泉還能夠保持得這麼好 而且原貌在這裡 我覺得我們每一年的溫泉祭 把它帶到每四年一次到我們北投 跟我們台北溫泉祭一起辦馬之禮的活動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文化交流 良好的台日交流 也展現在這一次採訪上頭 因為依照傳統 女性是禁止碰觸神教的 沒想到總教頭 居然邀請採訪團隊的女記者 親身體驗壯教 開始上去那一餐很緊張 但是上去之後 你就會莫名其妙的很熱血 然後明明全場都是男生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不是女孩子 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不是女孩子 就這樣撞得到 但是這是破例 就是體驗主才可以女生上去 平常的話這個祭典是女生 完全不能碰到神教 特別說上去 所以這是他們給我們媒體的 獨家的機會 非常好 一整天的慶典 從天還沒亮到天又黑了 這人很能想像的是 教父的體力依舊旺盛 眼前這135階的長長實踢 是他們最終的天堂路考驗 即使已經累到腳不虛浮 大家依舊堅持不放下神教稍作休息 一心一意要用熱情感動神聖人員打開大門 好讓神靈重返安坐 曾經有人說過 每個男子的內心深處都藏著一個小男孩 在面對摯愛時才會顯露這樣的渴望 從他們早已分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水的臉龐 倒過了這句話的真諦 наблюд無言 所以肯定是知道 其中ματα給予 ata 類似 Dyibora 凝固 他 Va RoCA 今天主席上方倉 回顧這一場全球唯一的壯教祭典 雖然有些畫面極具視覺張力 叫了捏把人汗 但當地對慶簡的投入 讓我們看見 世人對神靈忽悠大地的敬仰之心 是放諸四海皆准 虔誠而慎重 在宜蘭東山有一個太和村 在這裡我們帶您來看看 它的一間土地公廟 它是全台唯一的一座 供奉日本土地公的廟宇 這個日本土地公說穿的 它其實是當年日志時期的一位林務員 它的名字叫做小林三郎 小林三郎先生當年 他常常非常好心地幫助 貧苦地住在附近的這些人民 讓他們可以進去檢視一些木材 來貼補家用 他就張一隻眼 閉一隻眼 甚至有上級官員要來督導 要來檢查 他都還會通風報信 但後來小林先生他過世之後 當地民眾非常感念他的善心 因此把他寄奉為當地的土地公民 您別看他小小一間廟宇喔 他可是當地人民的信仰中心 很多不可思議的傳說就陸陸續續傳開來 比方講你掉了東西 來到這個地方來祭拜 很快東西就找回來了 甚至呢小小一間廟宇 還曾經發揮不可思議的力量 幫助當地的村落 幸運難躲過了水患 放眼望過去四周全是茶園 仔細瞧瞧大榮樹下 似乎有間小小的廟宇 沒仔細注意還真看不太到 原來是間土地公廟 擺放著簡單的貢品 插著幾柱箱 雖然說是土地公 看起來卻不像台灣臉孔 這個小林桑我們叫他小林先生 他是應該去隨日本 日本當時在台灣 他隨日經過來 然後來我們這個太和水上 如果你放這邊 當新三年 村民口中的小林桑 就是這位土地公的名字 他可是全台灣唯一一間的 日本籍土地公 說起土地公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 俗話說甜頭甜味土地公 就是形容到處都能見到 就像是神明界的村里長 守護者 父親居民 我是誰 我是土地公 我借錢給百姓呢 是結其燃眉之急 就其於水火之中 這樣一來呢 讓大家奇樂融融多開心啊 對不對 說來說去 一個日本來的巡山園 又是怎麼樣成為土地公的呢 聽村中的奇老娓娓道來 原來這位小林嫂 名叫小林三五郎 是日治時期被派駐到宜蘭山區 看守珍貴木材的巡山園 以前那個奇老口傳下來的話 在我印象中 他去做一點工程的錢 他在巡山的話 絕不能發生有套材這個森林 套材這個木材竟然發生 被派來管理山林的巡山園 怎麼會成為鄉底守護神 有一段溫馨的故事 那個時代 剛才比較緩緩 就是算說 大家都要煮飯 兄弟什麼的 都一定要用茶 沒加速 所以大家幾乎都要聚茶 聚茶都要在這裡過 小林三五郎 雖然奉日本當局的命令 管理太和村森林裡珍貴的木材 卻十分體恤當地辛苦的村民 地方的人會這麼多吃甘蔗 他就是說 他跟這裡的村民 有約會 約束 一個約束 一個約束就像說 我讓你們方便 你要讓我 不可以讓我 要讓他們落台 所以你們如果在這裡聚茶 聖言關風所增的木材 不可以幫他創 如果如果是風胎 做風胎 風桌墓 等月 或是十月 關月 你們促等兄 大家都要聚茶 好 大家好 看到村民入山撿木材 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碰上上級長官來巡視 還會通風報信 爭取時間讓他們逃跑 很快的小林三五郎 就跟村子裡的居民打成一片 在日治時期 严加管理的年代 他還是冒著被舉發的風險 盡可能的幫助人 不管是他咬到他咬到他咬到他 他就是他工的位置 譬如說 夾工啦 阿工啦 一般在說就是 第一 他也有這隻豬哥 他這個 他也有吃豬哥 所以說他跟鄭民說 這裡村民以前這裡有 差不多30號在這裡 他說我們不需要養那麼多 我們經濟不太好 我們不要養那麼多 這裡農會是不難 那如果我都有養 夾工啦 阿工啦 豬哥啦 那些有水都會來這裡 他免費 服務 專養工的家畜 提供給村子裡的人配種 這還鬧出了一件笑話 有一個裡面有一大腳 他比較有腳的就說 甘豬哥 少年桑他就好像說不是專家 他說 怕說這樣 這樣好像不可能 不知道一次就OK了 他說 沒關係 喝酒那裡 他再加給我 別一件 別一件 所以之後說到別一件 就說少年桑甘豬哥 不僅如此 太和村盛產好茶 他就在村子的必經之路 擺上茶壺 讓行人解渴 他還在家 太和村子的 他還在這兒 喝酒 他還在這兒 喝酒 一般說喝茶啦 喝茶 喝茶都要吃 小林三五郎生前就是 太和村的守護神 台灣在光復的前一年 他已高齡80歲過世 他都不知道是個人的行為 他就像說 四島也很壞 就說我們不可以求差的 或是想要求差的 像以前的說求差的 他都很難找 沒想到後來接手的官員 態度囂張拔鋪 跟小林先生相比 有如天差地別 也讓太和村的村民 更加懷念這位好心的日本人 小林先生是外國人 相傳在陰間沒有戶口 所以村民為了感念他 幫他立了一間有應公廟 讓他不會成為無主孤魂 小林先生也很客氣 人也很客氣 他就有人也有人說 要跟他翻牌下去 他這樣說 我這樣就有錢請他 也有說 要跟他賺金針 金針 賺金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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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跟他 要跟他賺金針 是他說 如果我這樣就好了 原本指示間有應公廟 又是怎麼會生為土地公 有段奇妙的故事 難不成小林先生真的靜身成為土地公了嗎 地主趕緊跑到大廟想詢問神明 對 這件事我看不到 我不能 gén echt 清晰 我們常常生氣做土地公 我們這裡的土地公一定知道 沒有想到還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當地居民趕快舉辦晉升科宜 讓小林先生正式成為土地公 住在太和村的村民 大小事都會來問小林長 他也有問必答 我們這邊有一個 他是做過 退土地生意的 結果他那個怪奇話 我們說怪奇話 發土地 結果被人偷走 他找不到很久都找不到 東西不見來拜小林嫂 沒有想到才剛講完 東西就找回來了 後來他來這邊拜這個福德 這個秀林媽 我今天跟他指數他說 你在哪邊可以找到他 他真的就照一 依照這個我們秀林 除了會幫忙找失物 小林長還曾經替太和村 擋掉了水災清洗 我去布上面有一個藍沙坡 要來這裡才有 我去 才有八百公斤 要去藍沙坡 在那 那一年我忘記的 這鄉親坐幫布 布幫去 這裡 水流在這裡來 水流在這邊有過 我家裡也都被流流 流去見面 這個流在這裡 現在現在差一段 就是流在這裡來 眼看水就可以要淹或小廟 地主趕快來帶拖 小林長幫幫忙 我就跟他說 小林先生 大堆在那裡 我們的城 我們的城都叫老的 家裡也有叫老的 你的廟裡 沒流到我 我就要告他了 我們十八百塊 你怎麼沒有牽牽牽牽牽 對 神奇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水居然馬上就退了下去 讓附近居民 都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差不多十五分鐘 差不多二十分鐘 到十五分鐘 到十二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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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流到過 沒有繼續流 小林土地公的事蹟 廣為流傳 甚至連他故鄉 日本民國的後代 都指導了這一位 在異地成神的祖先 希望能把他迎回日本 園祖寺裡面 兩碗那個就是 日本民國 早一個鐵匙帶過來 來這裡 他說如果有 如果找到他們的親人 像說要把他 帶回日本人造幾種 從巡山園 變成了守護鄉裡的土地公 在太和村村民的心中 溫柔的小林先生 將會永遠守護著他們 當年募集 外星人墜落到地球的小朋友 如今都已經是中年人了 我們來看看 范姜文昌 他是一間餐廳的老闆 他說當年看到外星人 並不影響他後來的生活 其實他過得還滿順利的 他相信他和外星生物 有了第三類的接觸 但是非常遺憾的就是 當年年紀太小了 什麼證據也沒有留下來 而接下來我們要帶你到 新北市的樹林來訪問這位 李松怡老先生 他也有同樣的遺憾 他說在幾十年前 他也看過飛碟 因為這架飛碟 飛得很慢很近 所以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地點在哪呢 就是在樹林火車站 當時大約是傍晚7點多 月台上好多人都在等火車 很多人抬頭一看 都看到了這個飛碟 只可惜的月台 這麼多人手上一台相機都沒有 所以沒有人能夠把它拍下來 於是李先生就用畫的把它給畫出來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水彩畫 這就是當時李老先生他畫下 他所看到的飛碟就是長這個模樣 你可以看到這就算是一種非常常見 我們印象中會看到的飛碟 它會在空中旋轉 呈現的是逆時鐘的旋轉方向 而且還會發出紅 黃 綠 這三種顏色的閃光 飛碟的主體本身則是非常亮的那一種 橘亮色非常巧合的是 李先生說他隔天一起來看到了報紙報導 那麼同樣一架飛機 非常類似的特徵 似乎也出現在日本的九州 難道是同一架這一架飛碟秀一下的 從台北飛到日本九州去了嗎 76年8月25號那一天晚上搬完 那一陣子的時候在彈飛車 從西邊看那一陣子有一個大銅山 我看到那個聯盟的那種形態 我剛才以為是月亮 我還在一陣子來 來到差不多回龍 回龍的地方 路民縣 像這張這樣搬 不是跟西正一樣方向 相反的方向 這樣轉 然後就排線霧出來 在初戰也很多人在說 那是什麼 我在那裡說 那是伊佛啦 飛碟啦 什麼叫飛碟的 沒人知道 當時是下班時間 在月台上很多人都看見了這個 不明飛行物體 大夥議論 紛紛的嘖嘖撐起 瞬不結舌的台頭目送他 離開樹林的上空 到明天早上我看報紙 不過昨天有看說 從台灣台北飛到那個 九州 日本的九州 這樣啦 我那邊沒有照 沒有相機 所以沒辦法 那裡 就要參加飛碟的協會 他說 那個情況你能夠 外賭出來 跟外賣 我再去外賣 這樣啦 這個旁邊 有的很久 這就是 絕對是 外賣人來的 才有那麼大的 這種收費 去外賣的時候 我都很堅持 三條條 看有機會就比較適合 遺憾的是 往後的二十五年到今天 李松怡 再也沒有機會 見過飛碟 之前八十五歲 來看我 我真的想 對啊 想二十五年 看我比較適合 如果可以渡就最好 渡到你 好 我如果說 我找這個給你看 我過去給你看就不可以 你是不是 你的 你塞來的這個 飛碟是不是 跟這個形狀一樣 那你不會怕嗎 不會啊 我就不會怕 不過 外賣人是好餘來台南地球 真的嗎 他一定是好餘 他絕對好餘 他一定跟你說 對 因為有事跟你說就好了 對嗎 對 他這樣飛跌跌 讓人家看 你這隻地球 讓人家看 這個就是飛跌 讓人家知道 這樣 觀眾朋友 再來我們給你看的 這一張照片 就是台灣第一張 可信度比較高的 優服照片 它拍攝時間 是在1967年的 6月28號晚上 大約是8點25分左右 當時的圓山天文台的 台長蔡璋 他人就在天文台裡頭 他發現台北的上空 有一個不明光點在移動 於是他就立刻透過了 望遠鏡去觀察這個光點 發現它是一個橘紅色 別形圓盤非常的閃亮 甚至比植女星還要亮 而且它會移動 在當天晚上 不少台北市民 抬頭一看 都看到了 這個疑似是飛碟的不明光點 就在移動 而蔡璋憲他弟弟 也立刻用相機 將它拍攝下來 如果可能是飛機的話 它有一定的航線 飛機是有一定的航線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這幽浮 它我們會判讀 是不是有 有沒有可能是飛機 還有聲音也是 聲音也是 幽浮通常會讓你聽到 一般認為是比較沒有聲音 幽浮是這樣的聲音 所以你可能聽到這個飛機的聲音 你就相信它可能是飛機 而且你要知道它的航線 它可能是這樣飛的 如果有一天飛機從這裡飛過 如果這個光點這樣跑過去的話 我們就可能會排除它是飛機 它不是低頭族 它們都是抬頭族 對不對 你看那邊又一個 那個是飛機 對 我們很相當程度的 很多的這個募集的資料 看到的都是零結尾 飛碟協會的會員都是抬頭族 他們有人裝備齊全耐心的埋伏 總有一天肯定拍到你 有一個是台大的 也有一個是沒有過來的 我給你看一下 都還沒有發布出去的 這是網友提供的 但是真正是不是幽浮 或者不是幽浮 都還要再經過判讀 像這個東西 這個是比較清楚的 這個是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懷疑它是拍照的時候 是透過一個玻璃 可以看一下就是說可信度 你覺得比較高的 可信度 對 就是你實在沒辦法來解釋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太清楚了 這個跟 你會不會有收到一些 其實一看就知道 可能是未走 你看看它是嗎 太清楚了 太清楚了 清楚是什麼 美蝶 你不覺得它是蝴蝶嗎 我們只是根據我們的常識 或者是這些 因為涉及的東西太多了 它可能是飛機 可能是星星 可能是大自然的一個 自然的現象 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都 我們如果我們這三個人 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或者很肯定的判讀的話 我們還可以去找其他的 相關的人 譬如攝影的高手 或者是技術方面 去解決這些問題這樣子 3 2 3 1過30 再跳吧 繼續了 2012年的跨年夜 台北101煙火倒數計時 在底下幾十萬人 萬頭鑽動眾目睽睽的 不少人都拍到了 這個很奇特的光點 它的行蹤飄移 繞著101的塔尖呼上呼下的 難道是外星人 也來共襄盛舉嗎 其實我們這個事情發生的當時 我們就是做很多的調查 曾經看過很多的影片 網友拍的影片 其中有一段就是從89樓 往外拍 拍出去 在同一個時間 有人在89樓 由內往外拍 結果也拍到了一個奇怪的光點 慢動作播放停格再放大 還是模模糊 新聞報導幾天之後 有人出面澄清 其實那個光點 是它的遙控飛機 裝上了LED燈 在跨年夜 一個浪漫窮婚的點子 結果被誤解成 幽浮大駕光臨了 剛開始 我都不敢跟人家講說 我相信這個東西存在 甚至一直到了 我當上一任的理事長的時候 我心裡還是有一點不是太實 對這方面 要告訴人家 要跟人家溝通 講這方面的事情 我還是不是太實 跟人家講這方面 一般人都會認為 你們相信外星人的人 這個是不是會有問題 因為我也遇到很多這樣的例子 他們真的是 有一點精神上面的問題 但是我們相信我們都不是 我們都很理性的 而且我們每次看到U服 看到飛碟的影片的照片的時候 我們不會一下子就認定他 不會非常狂熱的 一味的不管人家怎麼解釋 就是相信 我們一定會去追根究底 看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甚至會到現場 去做實地的訪查 再決定他是不是U服 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帶你看到這一段影片 他拍攝的時間 是在1990年的6月10號 時間是傍晚7點多左右 這個地點是在台南 關子嶺的上空 當時剛好有一位李生生 他手上剛好有V8 因為他在記錄他母親的同期法會 剛好就看到了晚霞天空當中 出現了幾個非常不明的亮點就在移動 就立刻用手上的V8 把他給記錄下來 當然事後有一名退伍軍人指出 李先生他其實拍到的 可能是當時軍方在演習 所發射的這個照明彈 但是可疑的是 這幾個亮點不但在空中停滯 而且他還會變換隊形 有些光點移動之後 還會再歸位 這有可能是照明彈嗎 也因此這段影片 也被飛碟協會認定 它極有可能是台灣第一段 拍攝到完整幽浮的影像紀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的那個道具 你也很重 我看我給你 來 你想一下 來 上來 來 上來 1990年 台南有一位李立宇先生 他看見關子嶺西方的天空 一口氣出現了七個光點 當時他正用攝影機 記錄母親的頭戲法會 正巧就把這一段經過給拍下來 可信度高 因為他好幾個 而且呢 他不是這樣飛過去 就停那邊 那我們現在的飛行器 不可能停那邊 突然間那天特別奇怪的是 那天的晚霞非常的漂亮 正當大家望向遠方欣賞美麗的夕陽時 突然發現天空出現明亮的光體 剛好那天我手上有V8 所以很自然 因為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 所以我很快的去 將錄影機拿出來 後來就針對這些 發光的不明物體 做拍攝的過程 他當時拍照的時候 就是非常瘋動 因為他的樣子 就非常像一個 女服的樣子 而且移動的位置 速度 都很令很驚奇 當時就有 宣稱說台灣的 拍到的第一支這個 UFO影片 一兩年以後 當時就是有一個退伍金的人 結果他出來證實 他說那個東西是 他們在發射照明彈的時候 一個影像 如果是照明彈 那又該如何解釋 所謂空中的隊形變換呢 四五個點 其中的一個點 他會離開 然後他還會再歸位 很奇特的東西這樣子 台灣自己拍到的 一副幽浮的照片或影片 幾乎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 模糊光景 讓人判讀的實在很辛苦 到明網站去看看吧 不愛人家拍的 可就精彩多了 沒有這個功夫 這個應該是好萊塢的水準 這種影片很多 真的很多 這種影片很多 有可能是照明彈 在裡面 你看看 好 那麼清楚的讓你拍到 這個風景還是在哪裡 真的讓你拍到 太清楚了 我們不是完全說 不會相信 但是我們覺得 這樣的機力太小了 越清楚的 我們越會懷疑它的 真實的 很存在的 越是搞得萌萌的 因為一般的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光點 你可以看到電影演的 跟真的一樣 我們可以 像這種東西 實在要製作太容易 太簡單了 合成的技術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 沒有問題 這個國際間 國際的媒體怎麼可以做 做得讓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它非常像 都是誰在花那麼多的時間 哇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可以舉非常多的歷史 就知道 做得非常像 做得非常像 國師人稱 台灣飛碟教父 三十幾年前 就是它創立了 台灣飛碟協會的前身 不明飛行物研究會 而在當年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 很多人的關注 因為是第一次 在台灣有人討論到了 飛碟這樣的議題 我們就來看看 當年的簡報 在當年有很多的大報 都做了非常大篇幅的報導 我們就來看看這樣的標題 飛碟世紀之名在探討 台灣飛碟研究協會公開的 徵求會員 那麼在當年 旅運中翻譯了很多 外國有關於飛碟的書籍 同時也將不明飛行物體 英文的縮寫 叫做UFO UFO 取這個協議 就直接翻譯成了中文字 叫做優符 就字面上面來看 的確還滿有那個味道的 不過在當年 雖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 但是保守派的抨擊也不少 我小時候就對這個天空 非常的好奇 就是有一股無法形容的感情 那我小時候就常常 因為我住在鄉下 那星空非常非常清楚 英國四十年代很好 那我也經常看到天空 老是有一股那種 鄉愁的感覺 原因中當初並不明白 那種淡淡的哀愁 原來是鄉愁 大學畢業之後 他飛到了美國公讀博士 難道小時候望著滿天星空的 就是這一種離鄉背景的鄉愁嗎 英國六十三年 因為我就不小心買了一些書回來 從美國買回來 買回來 裡面我就好奇 裡面有一些飛碟書 那你看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 我看了我就說 這個有意思喔 這個非常有意思 應該把它翻譯出來 出版六四年 六五六六六七 那幾年到六九年 五年當中 台灣市場飛碟書 跟那個死前文明奧秘 這方面的主題 賣得非常好 而且引起很多的報紙跟雜誌 大開本的雜誌啊 真相的報導 所以當時很熱鬧 老三台他們都邀請我們 做了專輯節目一個小時 長達一個小時的 都在談飛碟 我們在十二月二十四號播出的那一晚 我們收視率 把當時最高的收視率的那個節目 往下拉 我有看到喔 他像上這個馮萊仙島 好幾個節目去推廣他的理念 我當時都有看到 但是 並不是完全會相信這樣的東西 那也有一些比較保守派的人 是就會貼勵你的 當然 當時科學界當然是以不相信嘛 說這個主題是 是未經科學證實的題目 但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研究東西一定要經過科學證實 我再來研究 有一些沒有證實 我們可以去研究它 那我們當時幾個人 我們就成立的最早是 台灣國民最新的研究會 民國七十一年 那來廳的人就是 這個 反正整個廳裡面都擠滿了 因為第一次在台灣 公開看飛碟 而且這是新鮮的話題 在當時是新鮮啦 沒有人聽過啦 因為李社長呢 那當時他就是到處去演講 這方面的知識 我剛剛進去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納悶 而且很驚奇 我說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剛剛進去的時候 我可以講說我完全不相信 歸尼有沒有科學根據 這句話是最多人問的 有沒有科學根據 那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 人類在還不知道有地心引力之前 地心引力是不存在嗎 人類不知道有細菌之前 細菌難道沒有嗎 人類證明了有細菌 那天以後才有細菌嗎 宇宙間的事項 難道要地球人來證明它 我們才相信嗎 這個是太落後的 前面上的大家一定會說 本來就有 那就對了嘛 慢慢慢慢地接觸我們以後 就會知道說 一定會有這種生命存在 這真奇怪 風在向著風 這個宇宙裡面 有多少個星球 你知道嗎 我們技科學家的統計 這宇宙的星球 是七的後面加二十二個零 你看我們幾乎沒有辦法 想像這宇宙有多大 你覺得嗎 我最好奇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他們有很多人 他們其實喜歡的人 已經不會再問有沒有啦 已經都喜歡了 而且有看過的人嘛 那他們就會問說 到底他們是怎麼飛行的 但到底他們是從哪邊來的 那我通常我的回答是 不要去研究這個 這兩個不會有答案 然後覺得奇怪啊 我們可以研究他們怎麼飛 我說絕對不可能 如果他們的科技 比我們進步的一百年就好了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說 一百年以後 人類的飛行器會進步到什麼狀況 我說回到一九零三年好了 萊特兄弟發明飛機 他的飛機是什麼樣的飛機啊 對不對 一九零三年到二零零三年 也不過到現在一百一十年了 萊特兄弟絕對想不到說 他開創的航空試機 能夠演變到後來有太空輸 有太空船 有那麼大的噴射機 可以帶幾百人的這個飛機 他絕對想像不出來的 開創的航空試機的萊特兄弟 都想不出來 我們地球人如何去想像 比我們進步一百年的外星人 他們是怎麼飛的 我們有8000公里的地球 有8000公里的地球 這是什麼樣的練習嗎 我們有預言說可能2012年之後 外星人會來啦 我期待能夠在未來這十年之內 或者五年內 能夠有正式的跟宇宙 跟我們地球人 跟宇宙人來見面啊 或者是有一些更具體的事件 你怎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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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霍金博士提出的很警告的 國語的事跟他看 他提到說 不要跟外星人見面 有一點 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也對 怎麼講也對呢 我們就舉例子 以前西班牙人征服全世界 他們到輝州或什麼 一到印第安那邊 他們因為他們的武器各方面比較強 就用征服的角度嘛 那外星人 萬一也可能是這樣的話 來征服地球 那地球就完了嘛 當然 這也有 但是我相信 宇宙中的外星人 更高的關係 他們應該是不會有征服的 因為一個 新年成績上一個生命 是不會用這種 這種征服的心態來征服地球 他只是希望幫助地球 所以 所以 所以Hawking他講的 也是有道理 他是以歷史上 那個 科技文明比較高的地球人 對征服科技文明比較低的 非洲人 然後各位地方 一樣的道理 這個是有可能 這是以地球人的角度來看 這是不是一戰 這是一個破壞 我們是有道理 我們是有道理 台灣大戰機 五湯半會計 各位好 我是俊相 我是雨昕 台灣大戰機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戰機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半會計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